我那個時候是2021年底的時候 剛好那陣子工作很滿很滿 那很滿很滿的時候我也 生活很充實嘛 就有運動什麼 運動完洗澡就很習慣的照鏡子檢查 自己的身材有沒有稍微的瘦一點啊 胖一點 然後就摸摸摸 就覺得摸到好像會動的東西 然後想說 醫生都說會動的應該是沒問題 可是因為我那一整年當中 小孩衝過來抱我壓我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很痛 那我就想說不對啊 醫生有講說會痛的應該就沒有問題 可是那個痛道會讓我覺得不舒服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我好像應該要檢查 可是我前一年才做健檢啦 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我就自己很多小劇場在那裡 那做健檢沒有發現說 這邊乳房是有一顆嗎 沒有它沒有提醒嗎 健檢的時候也有講說 我有纖維腺瘤幾顆 但是就說再追蹤 可是大家也知道 因為那一年疫情嘛 我記得五月的時候 好像就全部都 對 封城禁止外出嘛 所以其實基本上 他也不會就是去醫院檢查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可能那一年就是孩子全部都在家啊 然後壓力也蠻大的 所以心情什麼我覺得都 多少都有受影響 那直到後來解封的時候工作蠻大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自己這樣的狀況不太對 那我那個時候也還沒有想要去做檢查 我只有發覺我右邊胸部比左邊大一點點 就覺得怪一點點 對 但正常我左邊因為有心臟嘛 所以是比右邊稍微大一點點 這我自己是知道 那我就請我老公說 欸幫我摸摸看 看看是不是的確有一點 那好像是有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不是那麼明顯啊 女生都會騙自己嘛 好 然後呢 我就有一天 就上友台的健康節目的時候 就遇到陳醫師 然後我就很害羞的問他說 陳醫師我這樣子的情況啊 我就描述給他聽 我還給他看了一下 我之前去年的片子 我只是想要聽到他告訴我說 欸沒關係再觀察 我覺得只要醫生說 沒關係再觀察 就好你就覺得safe 結果沒想到陳醫師是告訴我說 嘖 雖然我現在也沒辦法幫你促整 但是我聽你的描述 感覺 嘖 你應該要立刻去看醫生 而且是你應該要立刻 對 立刻 他說我覺得你就是越快越好 結果那天主持人還沒進捧來 我已經整個人飛到不知道哪裡去 因為我覺得 蛤 立刻要去看醫生 立刻 立刻 我就一滿腦都是立刻 我就趕快打給我老公說 欸剛剛醫生跟我說不太妙了 他覺得我應該要立刻去檢查 我現在也超快 趕快就預約我們之前健檢中心的地方 就回診 然後就一連串超級快的 就發現我的確就是生病了 對 所以我非常感謝陳醫師 要是他那時候告訴我說 沒關係再看看 我可能就並不一定做了在這裡 對啊 那真的經歷過這麼多的事情 你自己為什麼會選擇 就是再次站出來要跟大家分享呢 因為其實我當時的想法也蠻簡單的 一開始是最簡單 不想被拍到那種光頭 沒有頭髮很憔悴的樣子 然後呢 我在跟我的朋友們討論的時候 我其中一個朋友也是個管師 那他就告訴我說 其實我覺得你講出來蠻好的 他說他之前就有一個個案 在剛得知的時候 那他就是心神不寧的回去 那後來他們也就是會一直關心啊追蹤 欸 就發現他打了好多通通電話 都找不到這個人 在聯絡上的時候 他的家人就講說 其實他當時知道自己生病的時候 就已經選擇就是 結束掉自己的生命了 那他就比較沒有勇氣去面對這個病症 那所以我的朋友就一直覺得 這個個案讓他覺得非常根根與煥 他覺得說其實現在 不管在全世界在台灣 治療乳癌的方法有非常多 那他也覺得說治癒率其實是蠻高的 所以就覺得說很可惜 如果說很多人都因為害怕癌症這個事情 然後選擇逃避不治療的話 他覺得非常非常可惜啊 所以就一直告訴我說 他覺得我講出來很好 也許可以鼓勵到很多的 有同樣病患病症的朋友 去勇敢面對 然後可以給自己多一個機會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那我覺得我應該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真的也意外受到 蠻多蠻多的迴響 甚至是很多醫院的工作者 也有私訊給我說 謝謝你出來講 因為很多的病患本來不願意治療的 他看到你這麼勇敢的面對 光著頭戴著帽子都可以錄影 然後告訴大家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他們也覺得說 他們也可以這樣 對 事實上我真的覺得這個正向的感染力很壯 不過呢 大家女性還是會覺得很恐慌 因為我們在女性十大癌症這邊呢 乳癌竟然就是第一名喔 那但是醫生也要跟真的跟我們鼓勵一下 是不是他雖然是第一名 但是他的存活率其實是非常好的 對 因為其實乳癌的存活率啊 以現在來講更早之前的文獻 總total來講大概在八成以上 也就是說我們每次講所有的存活率 其實在我來講 我真的覺得不要把這個看那麼重 因為就算是我們講到很不好的胰臟癌 他的存活率雖然五年存活率只有大概10% 但是沒有人只活1%的 要嘛就活 要嘛就真的走掉 尤其是隨著時代越來越進步 之前乳癌雖然只到8%左右 8%到8%5 但是實際上來講 隨著武器越來越多 他這個數字會越來越提升 只是說我們每次講到 好像乳癌為什麼都名列前茅 原因是因為 他太容易被診斷 就是說 今天如果說我今天要診斷 我一個胃癌大腸癌 我大概沒辦法這樣摸一摸什麼 我身體都知道 我一定得 喔 可能大便有血啦 然後哪裡不舒服 然後要確認還要弄一支胃癌 然後大家都知道 胃癌大腸癌大家都很害怕嘛 可是乳房現在不一樣 就是說尤其是在台灣 你現在的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促整 然後再加上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超音波 他大部分都能夠做出一個 很初始的一個判別 所以這也導致就是說 好像怎麼好像大幅增加 其實是因為我們很多人願意去接受檢測 那今天我每次都講 今天假設大腸癌跟肺癌的檢查 也這麼簡單的話 你會發現在這段期間 怎麼好像大腸癌肺癌突然增加 就是檢查的工具太簡便 然後只要以前我們在比較早的時期 是因為女性會害羞 會比較明智未開 我每次都講他的笑話嘛 以前我們在要做乳房檢查的時候呢 哇都要三吹四請拜託衣服 然後那個都弄得緊緊的這樣 現在呢有時候連護理人員都沒進去 哇怕他 我說欸你等簾子拉起來 他就直接打開要給你看這樣子 所以隨著時代不同的進步 人我們那個民眾的觀念改變 就願意去接受篩檢這個東西 所以才導致說好像乳癌的發生率很高 但是也因為這樣大家都越來越早期發現 然後呢他的治療上的效果就越來越好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的死亡率其實在 慢慢的慢慢的都有在下降當中 那真的也是醫生這邊會不會有遇到說 欸我就這樣我發現了 可是呢就真的很害怕 那我就是延誤就醫 有沒有導致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剛才欣宜有提到 我是說認真的 我之前也遇過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只幫病人做一個切片 然後做了切片之後發現是 是惡性的 結果惡性之後打電話去他們家裡之後 後來他們就跟我說那這病人過世 我說為什麼過世 啊真的就是因為知道自己是癌症之後 就尋斷了 我也有遇過這種病人 啊其實是蠻遺憾的啦 那但是更遺憾的是 我們之前有遇過一個 其實算非常揪心的一個例子 一個30多歲快40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來的時候呢 檢查的時候 那個其實整個腫瘤大概10幾公分後都已經吃出來 那一般吃出來我們都覺得還好 重點是她來的時候非常喘 果不其然她來的時候其實已經是 肝臟肥臟骨頭全部都有轉移 那我說為什麼會拖到這種狀況才要來 一般人起碼爛破爛出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要就醫 為什麼她還拖到後面 那她就是很糟糕的一點就是 她剛好有兩個小孩 她為了很害怕就是說 她在治療過程或診斷過程當中 去影響到她小孩子的一個心情 所以她就一開始有摸到硬塊的時候 她就覺得說沒關係 啊等到她慢慢破出來的時候 她還一直用藥去擦 也就是說她整整拖了兩年 第一個國中考完之後 再等高中那個考完 她才去做來我這邊做治療 可是那時候其實因為散得太嚴重了 所以即便在很努力的過程當中 她其實大概三個多月大概四個月的時候 還是非常不幸的就走掉了 那其實到後來其實她的小孩是非常非常自責 那反過來說 現在乳癌的治療真的非常非常的進步跟簡單 其實不像你們想像的 像以前那麼誇張 像現在即便是乳癌的手術 我常常是病人就是前一天住院 隔天手術再過一天就回家了 而且是可以活動治乳的 所以不要覺得就是說 好像我一定要面臨一個很恐怖的大刀 影響作息影響家庭 那醫生那你會建議說 我們平常要怎麼樣去做檢查呢 一般來說啦 其實我們還是建議就是說 就像吸引你這樣子 你不用每天 不要過度焦慮 過度焦慮你就給自己有壓力了 就是說你每個月大概你自己 就選擇喜歡的黃道吉日 洗澡的時候稍微做一下促整 促整自己的乳房 就是你要用放射狀的膜也可以 你要洗澡的時候像塗那個沐浴乳這樣 漩渦螺旋形的也OK 你只要覺得有怪怪的硬壞 你真的沒辦法確定 畢竟台灣真的很方便 你就直接尋求醫生的一個檢查 就是只要你摸你分辨不出來 這個反正總是你有覺得有凸起的 對 不明隆起的都算是這個徵兆嗎 對因為其實 不過就像欣宜講的啦 像我們常常都會說 病人一來只要告訴我說他會有痛 或怎樣 我們一般稍微放心一半 因為大部分的乳癌不會痛 但是如果他告訴你說我摸到硬硬的 會不會痛馬上講不會痛 那我們突然間那個 天線警覺天線就會升上來 因為無痛的硬塊其實是 癌症的一個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有時候叫病人說 你如果不懂得怎麼摸硬硬塊的話 你眼睛閉起來這樣摸你自己的眼球 就是摸到這個硬硬的 大概是這種感覺 你就可以尋求醫療的一個協助 那一般來講 如果說除此之外呢 我們都會建議就是說 大於30歲的女性 其實你如果說願意的話 可能一年兩年就可以做個超音波的檢查 那大於40歲 你就要考慮做一個乳房攝影 乳房攝影有建議的評刺嗎 因為我們那天其實在聊這個疫情的時候 在場每一位超過40歲以上的女性 都不願意做乳房攝影 因為很痛對不對 對 不過因為現在我們也有在跟技術員在說 就是說他們也有 就像講很多醫療都越來越進步 就像大家在描述很多 微鏡大腸鏡多可怕 可是我覺得這有兩個層面 一個就是說 很少人會去做這些檢查的時候 會告訴你 做完好舒服喔好開心喔 不可能 他一定是告訴你 我這樣多可怕的經歷 因為這是一個話題 所以第一個乳房攝影 它的隨著時代進步沒有那麼痛 第二個有時候在描述 是一個情緒上的討論 所以真的不要因為人家這樣講 你就很擔心不去做 他畢竟是一個需要的 一個常規的一個檢查 那我們一般都建議就是說 萬一萬一你真的是一個 甚至我們這樣說好了 乳房攝影我們一般都建議 40歲以上的女性 可以考慮每兩年做一次 這是一個什麼事情都沒有 但是反過來講 如果說你已經有非常奇怪的概化 然後呢你又覺得說 醫生又說還沒有到切片的地步 那一般大於三個月之後 三個月到六個月 你就應該要再做一次乳房攝影 那為什麼剛才主持人你有提到信義說 為什麼前一年健檢好像沒事 下一年又好像有事 因為在癌症生物學來講 一個腫瘤要從零到有 一般剛好他的週期大概是六個月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多檢查 都會抓三到六個月 就是有可能你來的時候 剛好是這一個腫瘤要初期 可是剛好沒看到 可是如果你一拖 你又拖一年兩年 他好像就跑到太後面 所以一般的檢查都會建議 三到六個月 什麼事情都沒有 大概可能六個月一次 那覺得說真的這是一個 高風險的病人 那可能三個月一次 但是也不用說每次以後就三個月 一定要追蹤 除非你已經確診利害 不然的話就是我講的 一年到兩年就OK這樣 喔 對 那醫生我想問 像我自己本身 就是也有纖維囊腫在乳房 那像有纖維囊腫啊 腺瘤啊 這樣他會跟你乳癌病變的機率 會有一些連結嗎 其實說實話啦 像我們常常講的幾個良性的乳 乳房的病變 尤其是纖維囊腫跟乳房囊腫 這個乳房囊腫就是水泡 纖維囊腫指的就是乳管擴張的那個樣子 認真說這兩個跟乳癌是完全不相干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一輩子都不會變 那像醫生我們在看這個乳房的外觀 或在摸的過程中 他有沒有什麼樣子的症狀 是真的要特別要注意的 我想除了剛才我們講的就是說 你有摸到硬塊 或者是說你以前乳房從來沒有那種就是 形狀從來沒看過哪裡凹下去 但是他突然你看到表皮有一個地方凹下去 也就是皮膚的表皮有凹下去的樣子 那個就是偶爾就是說裡面下面有流 然後他把 因為癌症的東西就會把東西往內 把所有的東西往內搶 所以你就會看到他往下拉 就會包括乳房有韌帶問題 他有時候剛剛長在那附近 你就會被看到他往下拉 所以如果你皮膚的外觀看到以前不大一樣 而且是那種往下凹陷的樣子 那你就要可能 做下一步的一個 就醫的一個諮詢的一個動作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很常遇到的是所謂乳房的分泌物 但是我在這邊要講的分泌物 他一定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講的分泌物一般就是說 我穿得乾淨的胸罩出門 回來看到胸罩上面有印子 很多女生跟我說他有分泌物來是怎樣 他說我洗澡的時候擠擠擠就有分泌物 你要知道你的乳頭是非常非常的一個 稚嫩的一個地方 所以如果說你拼命的這樣擠擠擠看看有沒有 乳管一受傷他就流血給你看 所以如果自己擠的其實不算 真正的乳房分泌物是他 自然而然沒什麼事就分泌出來的 那如果是乳汁類的 大部分不用太擔心 但是如果是血的 那你就要稍微注意 然後或者是透明的 那你也可以就醫稍微檢查一下 你也會比較放心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他突然間 淋巴結會腫大 像有的女生會有一點簡單的一個 為了漂亮啊 或者是社交的一個禮儀 他會去做一個除毛的動作 那有時候會有淋巴結腫大 那但是一般這種所引起的 絕大部分會有疼痛 可是如果說你淋巴結有大 摸到有硬硬的 但是完全都不痛 這時候我也是希望你能夠 就醫檢查一下這樣 因為為什麼我們常常講 腋下淋巴跟乳房有關係 就是因為就跟所有的癌症一樣 他有一定的一個走的一個路徑 其中淋巴是我們的第一關 所以在治療癌症的時候 為什麼有所謂腋下的前哨淋巴結 為什麼叫前哨 就是說萬一他真的要跑淋巴的時候 這裡其實是常常是第一關 所以你如果摸到腋下 有種種的無痛 那你也可以就醫稍微看一下這樣 不過其實講到化療 一般民眾來說 還是會覺得很害怕 那這邊也是想要訪問心理 那你之前是怎麼挺過化療 因為你真的做的化療 大概有18次是多的 對 我一開始也是先做 前導性化學治療 然後再做手術切除 然後再做後面的標靶藥物跟重建 所以前面的前導性化學治療的時候 就打了兩個藥 然後還有再加上兩個標靶藥 所以那個時候一次住院就會打四個藥 然後前面當然幾次真的很不舒服 因為我的副作用真的還蠻多的 所以我其實那六次真的是 就是一直咬著牙來苦沉 說什麼時候才可以度過 然後度過之後你頭髮也都掉光了 那後面的標靶藥物 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個時候手就很容易碼 所以我很常拿個東西就掉 我老公就會不知道 他就會說 你怎麼手沒力啊 我說我也不知道欸 而且我要扭蓋子的時候也沒有力 那甚至到後來 打標靶藥物的時候有一個狀況是 我的指甲會全部的裂掉 然後那個裂掉 我需要用包覆膠帶的方式去保護它 不然基本上我只要稍微這樣戳一下 哇 就開始流血 一路會滴滴滴到很下面 所以一看每個人的狀況不同 但是老實說這個事情也是成為我當時蠻困擾的狀況 但我覺得很慶幸的是沒有再更多不舒服的狀況產生 對 所以我覺得慢慢有在恢復 慢慢有在進步 然後大概一年半左右把所有的療程結束 然後後面就是重建 重建其實也算蠻辛苦的 因為我那時候選擇拳切嘛 拳切的時候神經要慢慢長回來 其實是非常不舒服 像我剛剛就有講說 我常常會抓癢 覺得好癢喔 但是不知道哪裡癢 因為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神經 所以你就一直抓到最後覺得很焦慮欸 因為我不知道哪裡癢 但是還在癢 還在癢 還在癢 然後感覺是裡面在癢 但你又不可能抓到裡面 然後就會開始就是 啊 我覺得很痛欸這樣子 就會開始捶打自己你知道 然後就是很多時候 你覺得很深不由己的一些狀況 但我覺得這些事情都還算簡單 畢竟我的健康換回來了是無假的 那之前其實我看過欣怡 她有分享過 妳曾經就是一上廁所 然後全部馬桶都是血 然後也是會覺得說 像我自己家人也有本身來做化療 她就常常會告訴我說 是不是只有我這樣子 因為她是整個口腔黏膜 是完全的會影響到很嚴重的進食 所以她想說是不是只有我這樣子 妳當初也會有這樣子的想法嗎 我當初也是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化療的時候 味覺感覺都變得很怪 我吃肉都感覺是苦的 所以我那時候還記得 我那天就沒有胃口 可是我想說 那我來叫一個麥當勞漢堡試試看 就一個很簡單的起司加肉的漢堡 我一咬下去我就吐出來了 因為我覺得那個漢堡是苦的 但我只要是我自己的 味覺狀況的問題 然後就覺得 哇好沮喪 怎麼會吃什麼東西都沒有感覺 那個時候吃大量的酸 因為只有酸才能夠讓我覺得 喔有酸的感覺 可是我檸檬會加超級多 然後妳剛剛講到腸胃的狀況 一般來講很多人都講說 乳癌的藥物會讓病人水腫 然後很多是腹瀉 可是我反而不是腹瀉 我是便秘 然後我那個便秘的情況很嚴重 因為我以前沒有太多便秘的狀況 我便便還算蠻順暢 所以我那時候便秘到 喔一上就全部都是血 然後我就會嚇到想說 到底是哪裡 哪裡在流血都搞不懂 後來發現原來是很嚴重的便秘 那我就要請醫生開軟編輯給我